王一博赵丽颖搭档新剧,你会支持吗?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池塘原创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 昨天中午,赵丽颖与王一博搭档拍摄电视剧《有匪》曝光了新的预告照,照片里的王一博与赵丽颖似乎是在对系,这篇微博的文案也称春分治,日序风轻,但盼诸是顺。 这部小说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,这部小说有非常多的动作戏,所以我觉得即使是投资方基于对这个电视热度的考虑,也不见得会全部因为这一担任主持人的王一博似乎有些寡言,但是在这非常长时间的锻炼中,王一博可以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进步了。 赵丽颖在去年刚刚成为一名妈妈,在当时与冯绍峰官宣的时候,可以说把整个微博都瘫痪了。 纵观那些把微博搞瘫痪的热搜词条,陆涵官小彤公布恋情,还有就是赵丽颖与冯绍峰官宣。 其实到现在,官宣这个词似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公布恋情时候的一种文案了。 赵丽颖与冯绍峰可以说是在一年之内就搞定了人生大事,不仅在一起,成为了夫妻,更是有了可爱的小宝宝。 作为妈妈的赵丽颖,也十分地喜欢她的小宝宝。 在娱乐圈中休息了将近一年的时间,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她付出以来的第一部电视剧了。 赚足了粉丝朋友们的期待,也让粉丝朋友们十分地急切地想要看到这部电视剧的呈现。 其实这部电视剧在制作中也获得了非常多朋友们的非议, 有些粉丝朋友们认为这部电视剧的无厘头改编,会使这部剧的热度不是很高。 更是因为把各位演员拉到了深山老林中去拍摄,路透照非常的少。 有一部分粉丝朋友们觉得这样会使人们渐渐地忘记了这部电视, 也有朋友们觉得,这样会使得这部电视剧继续掉足大家的胃口。 尽管说法非常的多,但是这部电视剧路透照,或是主演们的预告照爆出, 还是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就登上微博热搜,热点也是非常的高。 最后希望这部电视剧可以早早地制作完成,早早地登上大家的视野。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粉丝团原创,转载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